学员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所得税法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过程中的扣除项目和扣除规则 我们来看呢 第十个项目 租赁费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租入固定资产支付的租赁费 按照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扣除 下面呢谈了两种租赁方式 而且这两种租赁方式呢 分别有着不同的扣除方法 我们来看第一种 属于经营性租赁 发生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支出 我们注意一下 经营性租赁呢 租入固定资产往往呢 是短期的让渡固定资产的使用权 这一类租赁 这里的长期还是短期 和你这个资产使用 它本身的寿命有关 同时呢 这个经营性租赁 它突出的特点 它不会伴随着所有权的变化 它只是资产的使用权 短期内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 我租入一个设备租一年 我租入一个房子 我租两年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设备的寿命 房子的寿命是很长的 我只是在这一年两年 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取得了这个固定资产的使用权 并不是取得所有权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 属于经营性租赁发生的 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支出 根据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这句话很重要 我举例来说明 因为咱们以前年度是考过这个知识点的 比如说呢 我从今年租入了一个设备 从什么时候租的呢 我是从2023年的7月1日 然后我租到 这是2023年 我租到2024年的6月30 你看上去 租期12个月好像是租了一年 我租了这个设备 但是我们要注意 根据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呢 我在2023年的时候 我的这个租赁费 比如说一个月1万 12个月全年12万 那我在2023年的时候 我要去扣6个月的 从7月到年底的 你扣6万 2024年的时候 你再扣6万 这个就是根据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属于融资性租赁发生的 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支出 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 应当提取折旧费用 分期扣除 而租赁费支出呢 不能在当期直接扣除 这里呢 我也解释一下 融资性租赁 要么就是你这个资产 租赁的期限相对比较长 甚至于融资性租赁会带有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的特征 它往往会伴随着资产所有权最终的变化 所以呢 对于融资性租赁 我们是要把它从税法这个角度上看 看作你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 所以你付出的这个租赁费 就不能按照经营性租赁那样的 根据租赁期限均匀扣除了 而是呢 视为你融资性租赁的固定资产啊 视为你自身的固定资产来提折旧 所以在这呢 我们注意 融资租赁租赁的固定资产 我们租入方是要提折旧的 而不能够说我把这个租赁费 付出的租赁费 然后在租赁当期直接扣除 所以给大家归纳呢 经营租赁均匀扣 融资租赁提折旧 下面呢 我们再看 第十一项扣除 劳动保护费 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应工作需要 为雇员配备或提供的工作服啊 工作手套啊 安全防护用品啊 还有防暑降温用品 大家注意一下 工作服手套 安全保护的用品 防暑降温都说的是用品 所发生的支出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 是准语扣除的 因为这个劳动保护这些用品 如果你不给员工提供 可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呢 咱们是允许扣除的 在这呢 我还要提示大家 刚才我们说了防暑降温用品 属于劳动保护支出 这个支出属于劳动保护费 而大家要注意便细的 是防暑降温用品和防暑降温费用 性质不同 防暑降温用品是你买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防暑降温用品 比如高温射间 你给员工提供点什么人单呀 防暑降温的一些东西 你放在车间里 这些用品属于劳动保护支出 如果你没买东西 你说我给大家发钱吧 你要是给大家发钱了 那个防暑降温费用 就属于职工福利费支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劳动保护支出 这个支出只要是合理的 咱们没有一个 什么按照什么什么比例呀 扣除的限制 但是职工福利费支出 它可以有着工资薪金 14%那个比例的限制 所以职工福利费 有规定的比例限制 而劳动保护费 没有规定的比例限制 所以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区分 这个防暑降温用品 和防暑降温费的性质不一样 接下来呢提示大家 自2011年的7月1日起 企业根据其工作限制 性质和特点 由企业统一制作 并要求员工工作时 统一着装 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 根据规定呢 咱们也可以把它作为 企业合理的支出 予以税前扣除 那么接下来呢 一个相关链接 提示一下大家 不同来源的劳动保护用品 和职工福利用品 涉税做个比较 大家注意这说的都是用品 咱们前边那页PPT说的是 用品和费用这个问题 现在咱们说都是用品 比如说劳动保护用品 工作服 电工的绝缘鞋 而职工福利用品 过节的时候 给职工发点鸡蛋 发两股油 大家注意一下 涉税比较 劳动保护用品 它的来源 如果是买的 你买的工作服 买的绝缘鞋 增值税是可以抵尽项的 如果是你资产的工作服 资产的绝缘鞋 然后呢 你用于劳动保护了 这等于 劳动保护还是在你生产基因的环节中 你还在增税 整个你企业运营的链条上 所以在这里呢 不计消项 对于企业所得税而言 劳动保护用品 无论是买的 还是自产的货物 然后把这个用于劳动保护 发给职工啊等等 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 我们不用说视同销售啊 它不用 同时 你买这些东西的成本 自产这些货物的成本 列入成本费用去扣除 作为劳动保护支出 你还可以扣除 但是我们大家看职工福利用品 情形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外购的 买的鸡蛋买的油 然后你都发给职工了 不能抵扣尽项的 如果是你自产的货物 发给职工了 你自产的油发给职工了 过节了 每人领一同走 视同销售 即销向税的 而企业所得税呢 如果呢 外购的或者资产的货物 发给职工了 咱们前边在说 你这个资产 你是属于呢 是在内部处理 还算作是外部 在处置资产 这个咱们前边说了 属于资产移送他人 属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 那本身你这发给职工了 我们在所得税这要给你 视同销售了 有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了 同时你确实你是发给职工了 那么在职工福利费限额内扣除 因为你这职工福利用品 涉及到职工福利费了 职工福利费它是有限度的 工资薪金14%嘛 这样的我们大家就比较了 劳动保护费和职工福利费 涉税的差异 接下来又是一个稍微有点难的知识点 我在轻衣里面还列了大表 我列的那些表格呢 咱们考试不一定都涉及 但是在现实中 最近这些年公益性捐赠 政府也比较提倡 好多企业都有 所以呢 我把公益性捐赠的好多情况 在轻衣上列了表 而我在讲课中 只讲咱们考试容易考的 否则的话 我们要讲的内容就太多了 我们先看 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基本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大家注意这12%是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准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 这里所谓的年度利润总额 是指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规定来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 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年度利润12%以内的部分 咱们刚才说了 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我们在当年是认可的 那如果呢 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了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那一部分 超过部分怎么办 准于以后三年内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截转扣除 大家注意 公益性捐赠超支的部分 准于截转扣除 但是有截转的期限 三年内 这点就和咱们前边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还有职工教育经费超支也能截转 但是广宣费职工教育经费超支截转 它是无限期截转的 没有三年的期限 但是公益性捐赠的截转 有三年的截转期限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公益性捐赠的特殊规定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的12月31日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 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 准于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时 据实扣除 什么叫据实扣除啊 就是你给它捐多少 咱们再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就允许你扣多少 就百分之百的 你给它捐多少都可以扣 而不是按照那个利润的 百分之十二那个比例 去卡你一下 在这儿 它不设限 它不卡你 百分之百都承认 在政策执行期限内 就是2025年年底之前 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 还可以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这什么意思呀 目标脱贫啊 咱们是有清单的 那么目标脱贫地区在清单上的 脱贫之前 你给它去捐赠 按照这个规定啊 通过这个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总统部门 和支出机构 然后我们用于目标脱贫 地区扶贫了 它脱贫之前 你给它捐赠 你的这个捐赠 公益性捐赠 百分之百的可以扣除 但是呢 假定这个地区它脱贫了 你今年又给它捐了 它今年已经脱贫了 那么依然今年 还可以适用百分之百扣除的政策 你可以一直给它捐到2025年 所以就是上了这个目标脱贫地区名单的这些地方 无论它是否脱贫 它没脱贫的时候 你给它捐赠 百分之百可以扣 它已经脱贫了 在2025年年底之前 你给它捐赠 依然可以百分之百的扣除 所以给大家归纳呢 就是咱们公益性捐赠 一般情况下呢 规定的是利润的百分之十二 目标脱贫规定的是百分之百可以扣除 接下来呢 给大家做一下提示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 相关费用的扣除问题 这一部分呢 是去年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这一部分呢 考试特别容易考你客观题 当然主观题中 也容易掺杂进去考 我们来看 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捐赠过程中 发生的运费保险费 人工费用等相关支出 凡纳入国家机关 公益性社会组织 开具的公益捐赠票据 记载的数额中 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 按照规定在税前扣除 上述费用 未纳入公益性捐赠票据 已记载的数额中的 作为企业相关费用 按照规定在税前扣除 这一部分怎么去理解 我先给大家归纳 再举例说明 我们归纳一下 就是如果企业进行非货币资产捐赠 比如说你捐货物了 你捐的不是货币 这说的是非货币资产 比如说你捐东西了 捐东西了 由于这东西你得运过去 可能还得有保险 还有一些这个人工等等情况 那么这些运费 保险费 人工费等支出 纳入捐赠票据的 按捐赠支出扣除 不纳入捐赠票据的 按费用支出扣除 有东西说我还没看明白 那给大家举例说明 2022年度假公司利润总额900万元 那公益性捐赠的限额 在这没说目标脱贫的话 我们的就是900万乘12% 108万元 是他公益性捐赠 在2022年度的限度了 而他当年呢 通过中华慈善总会 向教育事业捐赠了一批货物 公允价值呢 是100万元 发生运费10万元 那么这一项行为的涉税思路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列了一张表 根据咱们前边所说的那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呢 中华慈善总会开具的 捐赠票据记载金额 是包含运费的110万元 等于中华慈善总会 接到他的东西也知道 你还有运费10万 那货物供应价值是100万 那加一块110万 同意开了一个 我收到捐赠的一个票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甲公司公益性捐赠的金额 我们就给他认定为票据上 所开的110万 但咱们刚才说了 他公益性捐赠 甲公司当年的利润的12% 你算一下是有限度的 限度是108万 但是你这个公益性捐赠金额 110万你超限了吗 因此当年呢只能按限度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扣除108万 那你实际捐赠的 这110万超限度的有2万 这2万要调增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当年看上去 你确实有这方面的捐赠 但是你超标了 超标的部分 咱们税法就不允许 你在2022年当年去扣了 所以要调增所得 那么这2万元当年不能扣了 并不意味着说 以后也不能扣了 超限额的2万元呢 截转以后三年内扣除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情形 中华慈善总会开具的 捐赠票据的记载金额 只有一百万 他没有把那个运费 开在他接受捐赠的这个票据里面 那么甲公司公益性捐赠的金额 我们就按他票据上 确认的一百万元 而我们刚才说 他那个捐赠限额是108万 所以这一百万他没超限 这一百万呢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因为没有超过限度 就可以全额扣除了 而甲公司以运输公司开具的 10万元的运费发票呢 他毕竟他确实支付了这10万元 这个运费啊 作为他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扣除凭证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全额扣除10万元的运费 在这种情形下 甲企业不需要做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 就等于供应捐赠没超标 你一百万都扣了 你运费 你这直接也是凭着这个凭证 全额也可以扣了 所以呢 提示大家 这两种情形来比较的话 如果那个运费等等啊 他没有纳入捐赠票据 做费用去直接扣除的 等于他的运费这一部分 就没有受那12%捐赠限额的限制 其实对于捐赠方是有利的 否则的话 他受限有可能你就超标 要做纳税调整了 但是你看第二种情况 他不用做纳税调整 对捐出的方是有利的 接下来呢 我给学员朋友们归纳一下 公益性捐赠 要注意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的问题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因为公益性捐赠 考试的时候容易出主关题 当然也可以出客关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我们要注意区分公益性捐赠 和非公益性捐赠 如果纳税人的这个捐赠 是非公益性的 那解锁的事情根本不让你扣除 他怕你呢输送利益给其他单位啊 非公益性的 那么公益性捐赠 才要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12% 百分之百 那个扣除规则 那我们来看 这里所说的公益性捐赠呢 必须符合对象和渠道两个条件 公益性捐赠的对象条件 就是你要用于公益 比如说列举的慈善活动 列举的公益事业 这是对象条件 渠道条件 就是公益性捐赠 一般情况下要求是间接的 要求间接 它是怕你什么 你直接捐赠给某些单位啊 你是不是故意的输送什么利益啊 所以咱们一般情况下 要求是间接的 要求呢 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 或者公益性社会组织 通过他们去捐 你不能直接的捐赠给 接受的那个对象 他怕你输送利益 我们说的是一般情况下啊 特殊情况下有直接的 那是极特殊的 那一定是咱们税法要特别列出来的才是直接的 只要没有特别给你列出来 它可以直接的 它都应该是间接的 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支出呢 要由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县以上政府去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 就企业捐了 因为它是间接的嘛 通过这些政府组成部门啊 公益性社会组织去捐 那么政府组成部门 公益性社会组织 拿到了企业捐过来的 这个钱或者物 是要给他开捐赠票据的 要开票来佐证 你有这个公益性捐赠 对于纳税人直接向授予人的捐赠 除另有规定外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就不能扣除了 换句话说 另有规定的直接捐赠可以扣 但另有规定必须是非常明确的 极特书的情况啊 它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情况下 直接捐赠是不能扣除的 下面呢 我给大家提示 公益性捐赠呢 有票据佐证 公益性捐赠的票据 大家注意呢 它是财政票据 它不是咱们那个日常的发票啊 那么是财政部监制的 这样的财政票据 是专用的这样的票据 那么这个刚好啊 我放在这不是非常合适 因为我们在讲企业所得税 这实际上是在抗击疫情的时候 我当时捐了一千块钱 然后呢 用于这个支持抗击疫情 这和个人捐赠有关 但是呢 票据都是公益性捐赠的票据 我只是提示一下大家 这里的公益性捐赠的票据 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看 公益性捐赠要注意六个方面 问题中的第二方面 年度利润总额 是按照国家规定 计算出来的年度会计利润 还没有扣除 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的亏损 第三 当年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有限定比例的规定 一般是在年度利润总额 百分之十二以内的部分 个别特殊项目呢 在一定的期限内 它有全额扣除的规定 全额扣除的像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目标脱贫 你看他说期限了吗 2025年年底之前 他有期限 接着 第四点 归纳 公益性捐赠 有货币捐赠和非货币捐赠之分 非货币性捐赠要分解为 视同销售货物和捐赠支出 两个行为 这里呢 我是研读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 和上面的调整规则 来提醒大家的 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呢 有一些学员 他可能看过2013年 咱们原来考试 考过这个非货币性捐赠 那个题目 那个题的答案 已经不符合咱们税法规定了 但是呢 由于那是以往年度真题 非货币性捐赠 咱们最近这些年又没怎么考 有同学的就老拿 那2013年都十年前那真题 拿过来看 按那个去进行处理 那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提示一下大家 对于非货币性捐赠呢 我们要把它分解成两个行为 第一个行为呢 就是我们看作 你把这个非货币的东西 给它卖了 适同销售 一旦适同销售呢 就会有适同销售收入 和配比的适同销售成本 从而呢 算出一块适同销售毛利 这是第一个行为 看作你的卖东西 第二个行为呢 看作你把卖东西收到的钱 拿出去捐赠了 这里呢 就需要确定捐赠支出成本 这个捐赠支出成本的确定 2013年的考题的答案是不符合 我们现实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应规则的 那么我提示大家 就以往年度真题啊 你还真的有一些不能死背 它政策变了 下面呢 我给大家做一下实物捐赠的深度分析 我的轻衣里面列了表 但是我讲课呢 不会把那个表上所有内容都讲了 因为呢 那个轻衣上列的表是方便学员朋友们对比去把握 而且我的轻衣 很多事物所 他合伙人是一批一批买 是作为工具书 给他们事物所的人的 就是他实际应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握 而我们考试比实际应用要简单的多 所以这一部分 我只讲我们考试容易面对的问题 我们看 关于捐赠成本的争议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2013年那个题目 那捐赠成本 我们现在肯定不那么去处理了 已经伴随着近几年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调整而障碍落地 企业将货物用于捐赠 刚才我们说了 一方面我们要确认 适同销售收入和适同销售成本 另一方面 按照规定衡量该捐赠 你是公益性捐赠还是非公益性捐赠 如果是公益性捐赠 要考虑是否超过了规定的捐赠税前扣除限额 如果你是非公益性捐赠 他根本就不能再所得税前扣除 那么这里呢 我们考虑适同销售收入 适同销售成本的同时 还要考虑捐赠税前扣除限额 这个思路 就是你分解成两个行为 适同销售收入 适同销售成本 还有 你还有捐赠呢 你有没有超限额呀 这个思路 我们要在做综合题的时候 特别注意 下面呢给学员朋友们讲一个例子 某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在2022年的12月将一批自产货物对外捐赠 该批货物账面成本80万元 公允价值不含增值税100万元 我们大家呢要注意 企业这个行为 它存在怎样的税块差异 就是会计处理它会是怎样的 而税法又是怎么规定的 税块差异体现在哪里 你把这个把握了 你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正确的纳税调整 我们来看会计处理 该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因为咱们CPA考试 那个会计教材收入的都是企业会计准则的内容 那么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捐赠支出 它会如何来进行核算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它会确定捐赠支出成本93万 这93万呢 包括货物账面成本80万 和视同销售按公允价值 因为你这东西赠出去了 增值税呢要视同销售的 那么增值税视同销售呢 算出来的13万的增值税的销项税 而且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由于你这个实物都要捐赠 对价不能流入企业 它本身是不计企业收入的 所以呢 会计处理往往呢是这样的 借营业外支出 捐赠支出93万 贷方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它存货产成品 80万元 按照它这批货物的账面成本 第二个贷方 就是我们按照公允价100万 乘13%算出来的增值税的销项税 但是呢我们注意 税法不这么看 因为咱们会计在这啊 它没体现收入 而税法呢 却要把这个实物捐赠 分解成两个行为 按照国家售总局 2016年80号文件规定 不论企业会计账面如何记录 刚才那就是企业会计账面的记录 不管你是不是这么记得 咱们税法呢 是要把你这个实物捐赠 看作两个行为 一个视同销售 你把这实物卖了 卖了就有收入 另外 还要看作 你把卖东西收到的钱捐了 捐赠 所以视同销售和捐赠两个行为 税法的这个要求啊 不影响会计利润 但影响捐赠支出成本的口径 为什么说税法的做法 不会影响会计利润 因为咱们刚才那会计利润 是按会计准则去做的 没有违反会计政策 税法呢 对于纳税人 没有违反会计政策 它只是和咱们税法规定的不同 它处理和税法要求不一致了 我们会要求纳税人叫调表不调账 调纳税申报表 别调那个账 如果纳税人 他连那会计准则 他都违背了 同时他也违背税法了 那你就得调账 你的账面就得调了 现在人家没有违反会计政策 所以我们调表不调账 具体来看 从税法的要求来看 这个企业呢 有适同销售收入 供应价100万元 和适同销售成本80万元 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上 不在它的账面去改 在申报表上体现 也要在捐赠支出 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的账 在金额中体现 这里的账载金额 没有去改它的账 但是在申报表里边 我们认为你这地方是有调整的 接下来 第二 该企业应按照公允价值 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 100万乘13% 算出来13万 那这个咱们前面会计也算 所以这个增税销项税 税法要求和会计要求 在这儿是一致的 接着第三 税法和会计规则又不一样了 就是税法要确定捐赠成本和纳税调整了 近几年呢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已经做了相应的变化 和前几年说的喊混不清的不一样了 那么按照咱们现在的调整以后的纳税申报表 捐赠成本和纳税调整的规则非常明确 也就是税法口径的捐赠成本是113万元 咱们刚才说了会计口径的捐赠成本 是借盈利外支出捐赠支出93万 但是税法认为 你的这个税法口径的捐赠成本不是93万 而是113万 比会计账面的多了20万 这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税法认为你把东西卖了 然后呢卖东西的钱去捐了 你把东西卖了卖多少钱啊 公平价值100万 再加上增值税 然后你就把这个又给捐了 所以咱们税法口径的捐赠成本是113万 那整个咱们税法规定的调整过程呢 一个是有适同销售收入减适同销售成本 这呢适同销售收入减适同销售成本 这一个毛利 适同销售的毛利20万 这20万你会计账面没有 我们在世贸表上要调增所得 另外捐赠支出成本 我们增加了20万 成本增加会调减所得 刚才是利润增加增加所得嘛 现在是成本增加会减少所得 这个捐赠支出成本 增加20万是会计账面写的93万 我们认为是113万 这样我们看毛利增加20万 成本支出也增加20万 这一减20万减20万 等于0了 但是后边有捐赠超限额数 什么意思呀 利润的12%要与这113万去比较 而不能与93万去比较 就是这一点是和咱们2013年答案不一样的地方 2013年答案这种情况 它与那93万比较了 不对 咱们现在所得税事贸表都调整以后 非常明确的 你这个捐赠有没有超限额 你算出一个利润的12% 跟谁比超不超限额 税法口径113万去比 所以最终调整的结果呢 就是捐赠超限额数 要调增所得 这部分呢 建议学员朋友们把握 我在轻衣里呢 是列了一张大表 比这个写的还要复杂 里边呢 还有这个 如果呢 是100%可以扣除的 还有非公益性捐赠 给你列了好多种情况 所以咱们同学呢 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看一看那个表 因为在咱们实际操作中 咱们最近这些年捐赠 情况比较多嘛 大家呢 去把握考试基本上 也就是考 我给大家讲的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掌握了 即可 同时提示一下大家 这点呢 就是咱们考试 包括考试教材收入的内容 真的比现实要少很多 刚才那个立题 解答所体现的政策呢 针对的就是我们实行 咱们考试那本会计教材 里面收入的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而言的 这就体现了我们CPA考试 对考生有要求 要求咱们会计那掌握的就是企业会计准则嘛 以这个为基础 但是咱们现实中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在于咱们现实中还有相当多的企业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小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 在捐赠的处理上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在现实中 你可能看好多企业不是那会计 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去处理 但是咱们考试一般考的就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涉税业务 那么我们刚才那个例题实际上体现的 就是考试要求你掌握的会计的范围和咱们税法的范围 由于咱们现实中呢 有大量的小企业执行的是小企业会计准则 它执行的不是企业会计准则 多一个小字 而小企业它的捐赠行为处理和咱们大众企业不一样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很多要求和税法规定一致 所以小企业会计准则呀 它那个会计处理 它可能它就已经做销售了 和税法要求是一致了 咱们小企业会计准则大量和税法规定一致 目的呢就是适应小企业的核算水平减少纳税调整 所以我给大家讲这番话 是想提示大家考试和现实的差异 考试你就掌握我们刚才那个例题的要求 现实和它不一致的地方非常之多 所以呢那些希望深入学习的考生 可以去关注企业所得税 它的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填报说明 和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的填报说明 你就能够理解我前边所说的内容 而咱们CPA考试 考试大纲要求大家掌握申报表 掌握申报表 起码你知道申报表 它们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 接下来我们继续归纳 公益性捐赠支出 要注意的六个方面问题中的第五个 企业发生的超标准的公益性捐赠 当年就不能扣除了 准宇向以后年度节转扣除 但节转年限 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期 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 计算扣除的时候 应先扣除以前年度节转的捐赠支出 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也就是你超标的捐赠支出 节转之后 到后续年份了 先发生的支出 先扣除 那有同学就说 那咱们前边那超标的广宣费 还有超标的职工教育经费 节转夏年 你怎么没说 先发生的先扣除 原因就是咱们那个广宣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它没有节转年限限制 无限期节转 所以用不着规定 说谁先发生 就先扣除 它无限期嘛 对于有这种节转期限的 先发生的捐赠 先扣除 这样对企业是有利的 如果你后发生的先扣除 先发生的还没扣除 没转两年 你前面捐赠那超三年了 前面那不能扣了 所以咱们规定呢 这种有节转期限的 先发生的先扣除 给大家提示一下 公益性捐赠之初 跨年扣除的步骤 首先呢 我们先计算限额 先捐先扣 然后限额的余额 因为你不是先捐先扣 扣完了 限额的余额 与本年数 较小的数 在税前扣除 上年有节转额的时候 如果限额大于本年发生额的金额 会有条件所得的计算步骤 说到这儿 又要给大家举例子了 居民企业假 2021年当年 仅有一笔 发生在11月的 符合公益性捐赠条件的 慈善捐赠130万元 在2022年的年初 对2021年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 得知该企业年度会计利润900万元 没有其他的纳税调整金额 该企业呢 2022年度又发生了公益性捐赠200万元 2022年度会计利润1000万元 没有其他的纳税调整金额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这里呢 实际上给大家展示了这个企业 连续两年他的利润和公益性捐赠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公益性捐赠如何扣除 在2021年如何扣除 到了2022年又如何扣除 首先 2021年度 公益性捐赠的扣除限额 怎么来算呢 在前面给大家了 2021年度的会计利润 是900万元 我们乘以12% 算出来108万元 但是他当年符合公益性捐赠条件的 那个慈善捐赠有130万的 他超标了 超标了多少呢 超标了22万 超标22万 实际上呢 你就能看出来 他捐了130万 咱们规定只能够捐108万 所以呢 这个企业 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是要进行调整的 这22万 超标的 在当年就不能扣了 要调增 所得 咱们不是快捷利润基础之上 加减纳税调整项目 这是要 利润基础上要加 要调增所得 因为我们不承认 这20万之处 转到下一年去 所以这22万 要截转到2022年度 去扣了 紧跟着我们看 2022年 我们又要算一下 他的捐赠扣出限额 2022年的利润 1000万乘以12% 我们算出来 120万的限额 那么对于2022年 他也有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 但是先捐先扣 所以呢 到了2022年 我们先去把那个22万 从21年截转过来的 上一年超标的捐赠 先在2022年扣除 这样我们呢 就在2022年扣除限额 120万 这限额中先扣掉 22万 上一年转过来的 剩余的98万 剩余98万 但是呢 我们大家会注意到 到了2022年 他本身在2022年 还捐了200万 他肯定超过这98万了 因此 我们呢 就要去判别 这个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要用 他的利润1000万 加上 假定他没有捐那200万 假定没捐200万 但是我们承认他捐多少啊 承认他捐 一个是上一年转过来的22万 还有就是扣完22万 本年度 他可扣除的 那个限度 还剩98万 这个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 1080万元 那他在2022年捐的 这200万 又超标了 他把2021年刚扣完 2022年本身又超标了 超标了多少呢 2022年你不是发生了200万吗 但是 你在限额内 在2022年扣的 只扣了98万 还有102万 截转以后年度去扣除 最长截转三年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再做一个假设 因为这一部分啊 他挺烧脑的 他得用到点算术的知识 咱们有一些同学一算术 他就晕啊 那在这儿我们看假设 做另一个假设 2022年呢 他实际捐赠不是200万 而是100万元 那会怎么样 还是那个企业 2022年 他的捐赠扣除限额 是1000万 他的利润乘以12% 算出来120万 那么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 我们在计算扣除的时候 先捐先扣 这120万限额中 我们先扣上一年转过来的 22万 那么我们剩余的 还有98万的限度 可以用于 我们2022年捐赠的扣除 那么2022年 咱们一共可以扣除捐赠 是多少呢 就是你把它的限度 都用满了 因为你看 22万你扣了 剩余的还有98万 但是2022年 他实际捐了100万 已经超这限度了 但是 你超标的部分 当年不能扣嘛 所以我们等于呢 2022年 共扣除捐赠额 是按限度 整个120万都用满了 但是呢 我们注意 他账面捐了100万 咱们限度都用满了 可以扣120万 比他账面的 可以多扣20万 要调减所得 多扣了 在会计 他记录的只记录了100万 我们允许扣120万 可以多扣20万 调减所得 这样的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额呢 就是 1000万 减去调减的所得 20万 980万 或者用咱们前面列的 那个式子 1000万 我假定100万捐赠 没捐赠 那我本年可以扣多少呢 可以扣上年转过来的 22万 还有捐赠限度里的 98万 算出来依然呢 是980万 而202年度 他毕竟 实际捐赠 整体来衡量也超标了 整体衡量 整体衡量 超标了2万 因为 202年度 实际捐赠100万中 咱们在当年让他扣了 98万 还有2万没扣 截转到以后年度 去扣除 所以这种截转的 特烧脑 学员朋友们呢 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会涉及到算术问题 算术问题 大概呢 能用到初中算术 但是我们好多同学呢 离初中太遥远了 就容易的忘了 这可以理解 大家呢 要特别仔细 把这些初中算术 减回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简单点的例题 在轻易上呢 我这几个例题的顺序 可能稍微颠倒一下位置 在这里呢 我把简单的放在后边 给大家呢 提振一点信心 某居民企业按照规定 计算出利润总额 三百万元 当年呢 直接到受灾现场 给受灾的灾民 发放未养金 十万元 这直接去发给灾民了 没通过 什么政府啊 还有非营利的 咱们指定的那些慈善机构 没有通过他们去捐 你直接给灾民了 那这十万元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不能透除的 接着 通过省级人民政府机关 对受灾地区 捐赠三十万 问他当年捐赠 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多少万元 我们大家呢 来算一下 当年呢 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 列支的公益性捐赠的限额 是三百万的百分之十二 算出来是三十六万 那么他通过 省级人民政府机关 对受灾地区 捐赠的三十万呢 没突破限额 所以呢 这三十万元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是都可以扣的 不需要做纳税调整的 而直接给灾民的捐赠 它不符合咱们前面说的 公益性捐赠 那个间接的要求 所以 这十万 不能扣 当年调增的所得 就是这十万 我在这个题目中 实际上是提醒大家 你看哈 它符合条件的捐赠三十万 它本身捐赠的限度三十六万 看上去那限度没有用满 但是这十万 依然不能够在那个三十六万没有用满的限额里去扣 是因为这十万就不符合公益性捐赠的规定 它不属于公益性捐赠 就不能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十三项 有关资产的费用 咱们企业所得税法中呢 列了这两项 企业转让各类固定资产发生的费用是允许扣除的 企业按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无形资产的摊消费也是准以扣除的 在这都是说符合规定的 提示一下 咱们前面那个企业转让各类固定资产发生的费用 比如说 转让固定资产发生的清理费用 那么企业转售固定资产发生清理费用 你要收入啊和相应的费用啊等等去配比 算一下转售固定资产的收益 计入资产处置损益 或者营业外收入账户去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在这里强调啊 它是允许扣除的 另外那个折旧无形资产摊消费用 符合规定的也是可以扣除的 接下来是总机构分摊的费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政策 我再解释一下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就其中国境外总机构发生的 与该机构场所经营有关的费用 能够提供总机构出具的费用汇集范围 定额分配依据和方法等证明文件 并合理分摊的准语扣除 我解释一下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非居民企业 咱们前面说了 非居民企业注册登记地不在我国 它是在境外的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也不在我国 也是在境外的 但是在我国境内设了机构场所 它在境外的总机构 为了安排我们境内机构场所的一些经营活动 可能会付出了一些成本费用 它为了我们这儿的活动 它在境外付出了一些成本费用 但是是为了我们这个机构生产经营它付出的 那它就提出要求了 说我是为你中国境内机构场所付出的 这些费用啊 应该呢由你中国境内机构场所来负担 这样你中国境内机构场所在算所得税的时候 那一部分费用是它总部在境外你看上去支付的 但是应该由咱们境内来负担 这种情形下呢 总机构一定要出具费用汇集范围定额 分配依据和方法的证明文件 并且呢能体现合理分摊的 这样我们在计算 它在我国境内机构场所 那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它支付给总机构分摊的这部分费用 我们就可以在我国境内计税的时候 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作为成本费用给予扣除 说的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资产损失 企业当期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盘亏回损净损失 是准予扣除的 企业因存货盘亏回损报废被盗等原因 不得从销向税额中抵扣的进向税 应适同企业资产损失 准予与存货损失合并 在企业所得税前按规定扣除 这里又涉及到企业所得税和咱们前边增值税之间可以结合在一起来命题 我们大家看一个单选 某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2年由于管理不善 库存的一批外购材料丢失 该批材料的账面成本30450元 以抵扣过进向税3958.5元 保险公司审理后同意赔付3万元 税务机关接受了该企业的资产损失的专项申报 那么这个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损失金额是多少元 大家注意啊 这个企业发生它的外购材料的丢失 这管理不善造成的 它是需要做进向税转出的 它已经抵扣的进向税没有让你去算 告诉你已经抵扣过多少 这个3958.5元 我们是要做进向税转出的 这个转出一方面增值税做进向税转出 这一部分进向税转到哪去了 转到企业的这个财产损失里了 所以这一部分转出的进向税 会加大企业的财产损失 而保险公司呢 审理后同意赔付的3万元 你得到赔偿的部分会减少企业的损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 我们要拿它的账面成本 30,450元 加上增税减税转出不能抵扣 做进入税转出要转入损失 3958.5元 同时得到的赔偿不构成你的损失了 都得到赔偿了嘛 再减掉3万元 企业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损失金额呢 是4408.5元 这个非常容易在综合题中考大家 大家要把握 接下来呢 第十六 其他扣除项目 比如会员费 合理的会议费 差旅费 违约金 诉讼费等 准与扣除 这个以前年度也考过客观题 下面我们来看 多选 下列支出中 在符合真实性交易原则的前提下 可以从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中 直接据实扣除的 直接还据实扣除的 违约金 咱们刚才说了 可以扣 诉讼费用 刚才说了 可以扣 提取他没支付那职工工资 你都没支付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是不能扣 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咱不是据实扣除的 是发生额的60%和销售营业收入的 千分之五比达小 去确定扣除的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A和B 接下来我们看第17项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对于与生产经营有关的 手续费佣金支出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五个方面的限制 第一个方面呢 手续费佣金 有支付对象的限制 咱们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可以扣除的手续费佣金的支付对象 不能是本企业的人员 也就是不能是本企业的什么呢 雇员 代理人 代表人 也不能是对方单位的人员 如果呢 那个手续费佣金 你支付给本单位了 那个不叫手续费佣金 属于工资 薪金 性质的奖金 如果你支付给对方单位了 那属于回扣返利 甚至于是职务贿赂 所以我再举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企业东西滞销了 企业就说 鼓励咱们企业员工赶快啊 把咱们这东西推销出去 咱们企业张三表现特别好 出去转悠一圈回来了 说这东西我卖出去了 咱们企业特别高兴 好 我给你张三五万 这个不是佣金 因为是本企业人员 我们给他的是工资 薪金性质的奖金 那么假定张三转悠一圈回来了 说我把这东西卖出去了 因为我找到了李四 李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 然后咱们给李四五万 李四是那个企业的采购科长 他就把咱们东西都买了 你给李四五万 李四就把你的东西都买了 这个不就是职务贿赂吗 因为你给他个人了呀 我给对方单位五万 那个可能会涉及到回扣返利啊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手续费佣金的支付对象 应该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 中介服务机构 或者非本单位 非对方单位的个人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强调就是中介机构 或者中介个人 他不能是本单位 也不能是对方单位的人 企业应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 中介服务的企业或个人签订 代办协议或者合同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去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有计算基数和开支比例的限制 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政策啊 对于保险企业这个政策 2019年政策就变了 但是咱们教材特别之后 咱们现在才变过来 我们看 自2019年的1月1日起 保险企业发生的 与其接应活动有关的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 扣除退保金后余额的 18%的部分 就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 剩下金额的18%的部分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允许扣除 超过部分 允许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形成税法和会计的暂时性差异 第二 对于其他企业 按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 不含交易双方 及其雇员代理人代表人等等啊 所签订的服务协议 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 5%这个比例 来计算手续费佣金的开支限额 第三 从事代理服务 主营业务收入 就是手续费佣金的企业 比如说证券期货 保险代理等企业 他们本身 他们的业务 自己的收入就是拿佣金的 现在他在付出相应的佣金 他作为代理嘛 他的收入就是拿佣金 然后他又找了别人 又要付出佣金 那么其为取得 该类收入实际发生的 营业成本 包括手续和佣金 准以在企业所得税前 据实扣除 这里呢 从事代理服务所列举的证券期货保险代理这些企业 他们支付的佣金是没有比例限制的 原因呢 就是这类企业佣金手续费 是他自己的营业成本 而不是销售费用 咱们正常的手续费佣金是放在销售费用里 但是对于这一类代理的企业 佣金手续费是他的成本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同的企业 他这个手续费佣金的开支 有计算基数开支比例相关不同的政策 接下来 第三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能进入回扣业务提成返利进场费等费用 这什么意思啊 就手续费佣金对于且来说 你的这项支出和你要支出的回扣业务提成返利进场费等等 你一定要分别来进行核算 因为咱们这个佣金有基数比例限制 那么你那里面的像什么进场费等等 他往往都是我要进场 你要收我一笔买录钱 他没有相应的比例限制 所以在这有比例限制的 和其他支出一定要做出区分 第四 手续费和佣金有支付方式的限制 这个咱们以前考过 除了委托个人代理外 企业以现金的非转账方式支付的手续费和佣金 不得在税前扣除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支付给个人的手续费和佣金 可以用现金 你支付给企业单位的手续和佣金 不能用现金 你要用现金了 你支付给这个单位啊 企业的你用现金了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就不能扣除了 第五 权益化的手续费佣金是不能扣除的 这个指的就是企业 为了发行权益性证券 支付给有关证券 承销机构的手续和佣金 它是不能够作为你日常经营的支出 去扣除的 下面呢 我们大家呢来看单选题 自2019年的1月1日起 下列企业的手续费和佣金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按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部分准以扣除 超过的部分准以截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是哪一个 选项A 期货代理企业 这个期货代理企业 它就没有规定扣除比例 直接就都扣了 商业企业 商业企业 如果那个手续费佣金超过部分 是不能截转以后年度扣除的 它会形成税法和会计的永久性差异 咨询企业也是超过部分 那手续费佣金 是不能截转以后年度扣除的 但是保险企业 咱们前面说这么多企业 就是那保险企业超标的手续费佣金 会形成税法和会计的暂时性差异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单选 下列符合企业所得税佣金扣除规定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佣金 是哪一个 选项A 假企业销售给一企业一千万元货物 签订合同并收取款项后 假企业支付一企业采购科科长40万 支付给对方还不是对方单位 而是对方的采购科长 这不是商业贿赂吗 接着选项B 假生产企业委托丁中介公司介绍客户 成功与丁介绍的客户签订合同 表明交易金额300万元 假企业以18万元转账支票 支付丁公司佣金 这18万注意和300万的关系 超5%了 咱们题目问你 能不能全额去扣 他这个18万不能全额扣 超5%了 选项C 丙生产企业委托丁中介公司介绍客户 成功与丁介绍的客户签订合同表明 交易金额500万元 丙企业以20万元现金支付丁公司佣金 这现金 他用这种方式支付了 咱们前面说了支付给个人的佣金 可以给现金 支付给企业单位的不能用现金 用现金了 计算应纳税所得是不能扣了 形象D 一企业支付某中介个人0.5万元佣金 以酬劳其介绍成功10万元的交易 也签订了合同 我们大家一看这刚好5% 然后支付给这个中介个人佣金 也没超标 哪怕给他现金都无所谓的 都可以的嘛 所以选项D是可以全额扣除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18项 企业违减费支付 违减费是个简称 它的全称呢 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资金 实际上这违减费指的就是 从成本费用中所提取的 专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 所以我们大家会注意啊 维持简单再生产 你看到这个了 你能联想起什么 联想起折旧 因为咱们的固定资产折旧 就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 那么从会计核算角度看呢 违减费的提取会影响成本费用 一旦你提这个违减费会加大成本费用 从而减少企业利润 因此呢 你提这个违减费 能不能得到税法的认可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扣除 在2013年之前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规定 那么自2013年的1月1日起 各行业违减费的基本规则 就进行了统一 统一成我们现在要表述的这个样子 第一 实际发生的 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开支 我们要区分为收益性支出 与资本性支出 这里又出现咱们会计概念了 收益性支出资本性支出都是学基础会计的时候的概念 那么如果企业实际发生 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支出 属于收益性支出 收益性支出 它往往就是在这个当年它会发生效用 那么可以在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作为当期费用去扣除 如果属于资本性支出的 它发挥的效用时间比较长 你的这样支出 可能呢 你在三天五载 你发挥这个效应 那么这个支出要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并按企业所得事法规定 既提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 这里提到折旧了 因为违减费从性质来说 它实际上说的就是折旧性质 咱们原来2013年之前 煤炭企业用这个违减费 你要使用了违减费政策 就不能提折旧 咱们现在要求它提折旧 那么违减费我们就要进行限制 你不能两个性质 它类似的东西 你重复来提取 重复影响成本费用 所以第二呢 不认可预提方式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 预提的违减费 就不能在当期税前扣除了 因为你可以提折旧了 违减费它维持简单 当然也折旧性质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即可 因为这个政策推广啊 已经十年了 在这了解一下政策 下面第十九项 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 并实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 已经确认的支出 凡没有超过企业所得税法和有关税收法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的 可以按照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 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计算起应纳税所得额 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并且举例 就是根据规定啊 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企业的财务会计处理办法 如果和咱们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了 那么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要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计算 也就是会计从税 你要依从税收的规则 但是呢 企业按照会计要求确认的支出 如果它没有超过税法规定的标准和范围的 比如说 咱们企业设定厂房的折旧 企业自己设定了30年 而咱们税法规定的 说最低折旧年限是20年 咱们说最低20年 你企业30年 没有跌破这最低的20年啊 所以你这些企业会计折旧年限 没有低于咱们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 没有突破最低限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减少会计和税法差异的调整 便于税收征管 那你企业你就按照30年 你去确认折旧支出 没有问题 因为咱们税法说20年 说的最低 你可以比20年长 刚好你又说30年 我们认可 认可你这30年 不用呢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 说哎呀 我不认可啊 我们只认可20年 然后你超过的 那那一部分 或者是降低的那一部分 我要给你进行调整 不会去进行调整 因为没有跌破 咱们税法规定的限度 接下来呢 第二十条 企业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 棚户区改造支出 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支出 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企业去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 工况棚户区改造 邻区棚户区改造 砍区微房改造 并同时符合一定条件的 棚户区改造支出 是准与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 那么这里说的啊 同时符合一定条件的 棚户区改造支出 要同时满足六项条件 这六项条件呢 在教材中有列 它大致指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这个棚户区啊 它比较偏僻 它不是城市 而且它也不是商业开发 基础设施 它也不够完备 而且呢 它不是一户两户 它呢 有一定的规模 比如说什么 五十户以上啊 等等 它有一定的规模 你必须得符合 一定的条件 那么在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时 企业应向主管事务机关 提供其棚户区改造支出 同时符合六项规定条件的 书面说明材料 这个也是大家了解一下 计可 第21项 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 损失准备金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有关政策 除了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外的 金融企业贷款 自2019年的1月1日起到2023年的12月31日止 损失准备金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按照下面的规定来处理 我们首先要注意 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 他提的是准备 准备不一定真实发生了 咱们前面在讲企业所得税 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确定性的原则 确定原则我们强调 企业发生的这个支出金额得是确定的 我们才能扣除 就意味着呢 咱们税法 他不承认这个企业 因为咱们好多企业提各项准备 好多准备 他金额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呢 政府认可的除外 这一项就是咱们政府认可的 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 是他列举的这个准备 我们大家看准以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范围 给大家列了一张表 非常容易出客观题 以往年度在这出过客观题 我们看准以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范围 有贷款含抵押制押保证信用等贷款 另外还有银行卡透支 这银行透支以前年度就考过 问你能不能提这个损失准备金啊 另外贴线信用电款 进出口押汇 同业拆出 应收融资租赁款 等各项具有贷款特征的风险资产 第三 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 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外国买方信贷 外国政府贷款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不付条件贷款 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 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呢 说的是企业转贷 这很明显这个都是 咱们前面说了国际金融组织贷的 但是我们金融企业转贷 但是我们对外承担还款责任 你一承担责任你就有风险啊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 准与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范围的 往往都是这些金融企业 它可能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接下来我们看呢 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范围 往往啊 是金融企业 它没有什么风险的 我们来看 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 代理贷款 国债投资 应收股利 上交央行准备金 以及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和股权 应收财政贴息 央行款项等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 这里啊 金融企业委托贷款 它指的什么 比如某些大企业特有钱 找到金融企业 让金融企业当个中介 给它签个线 把这钱贷出去 金融企业实际上收到的 就类似于介绍费似的 一旦呢 还不起贷款了 风险不在金融企业这 所以呢 不能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往往都是金融企业没有风险的 这些业务 接下来呢 就是金融企业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相关的计算公式 给大家列一下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呢 就等于 本年末准以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贷款资产的余额 就刚才那张表 左边那边的啊 那些资产的余额 呈1% 减去 截至上年末 已经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 这实际上呢 就是 要这个企业 贷款损失准备金啊 保持在 它年末 可提准备金资产 那个余额的1% 保持在这1% 你之前已经有了的 嗯 那你这从这个1% 你要保持这1% 你前面已经都提取过的 你就减除掉 所以在这呢 实际上你要学过基础会 你这个又知道了 因为咱们会计提准备金都是用这种方法 金融企业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数额 如果是负数的 应当相应调整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 要先充减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准备金 就真发生贷款损失了 先动用准备金 不足充减的部分 可以据实在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 下面呢我们来看多选题 去年考过的下列贷款类型中 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 有实际上就是说有风险的那个 抵押贷款信用贷款 担保贷款有 委托贷款 是咱们刚才那表右侧没有 我们要选择ABD 要对刚才那个表比较熟悉 接下来呢 给大家做一下 咱们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过程中 扣除规则相关归纳 首先就是主要扣除规则 我们大家又看到了这张熟悉的表 之前给大家讲学习思路的时候 展示过这张表 现在我们是要对学过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扣除原则有五个 全则发生制原则 配比原则 相关性原则 确定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 考哪门课 看哪本书 容易出客观题 基本扣除范围呢 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而具体项目和扣除标准 有按照实际发生额扣除的 当然要符合扣除原则的前提下 包括像合理据实的工资信金 按政府规定的那个五险一金 财产保险 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 汇兑损失 劳动保护费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符合限定用途的 我们前面也说了 限定比例的是最重要的 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职工福利费 职工教育经费 工会经费 业务招待费 公益性捐赠 广宣费 向非金融企业或个人借款的利息 手续费和佣金 这些是限定比例扣除的 我在后续给大家 讲这个企业扣除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归纳 会在后续把各项扣除比例 再给大家梳理 在这儿你只是回忆 我们讲过的这些内容 你还记不记得相应的规则 再有就是 限定手续扣除的 有总机构分摊费用 还有资产损失 资产损失 我们刚才给大家呢 也讲过资产损失的那个例子了 说他那个什么存货丢失啊等等啊 那么自然损失后续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一节来讲这部分内容 接下来就是提示大家超过税法规定的年度列支的限额 但是呢 它形成的是税法和会计的暂时性差异 可以截转以后那是年度扣除的项目 有哪些 因为咱们好多超标的超过咱们税法规定标准的 超标的很多项支出当年不能扣也不能截转以后年度扣 形成税法和会计的永久性差异 但是呢 我们在这有几项特别特殊 超标的 它可以截转以后年度去扣除 形成税法和会计的暂时性的差异 包括职工教育经费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保险企业手续费佣金支出 还有公益性捐赠支出 公益性捐赠支出规定了三年这个期限 其他的没有强调年份的都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扣除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这个学员呢 他的网名爱帝是只剩财管经济法了 他说前年三月就投稿过花间墙 当年就考过了CPA税法和战略 去年三月他又投稿了花间墙 去年考过了会计和审计 今年他继续投稿花间墙 希望今年通过最后两门 只剩财管和经济法了啊 这个学员去年前年连续投稿花间墙 那么去年前年都非常顺利的啊 通过了每年通过两科 所以在这也祝愿这位学员今年能通过最后两门 咱们一般啊 这个学员给我投稿 我都要求啊 他有这个花间墙 还有呢 咱们的教材或者是清衣能体现啊 你是在学睡法的吗 但是呢 像这些考过的同学 他不提供那个教材清衣 我也是认同的 因为他都考过了 今天他不会再买这个书啊 那在这里呢 我只有对他的祝福 因为他过来投稿 一方面也带着对自己的祝福 他自己要去做花间墙 他也带着对我们所有考生的祝福 学员朋友们 且所得税呢 内容比较税 有的地方比较难 很多和会计规则呢 纠结在一起 这是一段需要坚持的行程 学员朋友们 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